学生见中文对他充满好气 他说来说是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 而且我听说这语特别难学 第一次上课我什么都说出来 无法用中文交流 总是很紧张会学习中文发愁 这让我很难过 我非常感谢我的老师 他常常鼓励我跟我说 加油加油不要放弃 所以我回家认真学习 每天花八九个小时学习 我一直记得我的目标是去中国一学 或者成为一名翻译 次年我参加Lagogy State三级考试 没想到我通过了 更没想到我考了马分 我为自己感到很自豪 学习中文的过程中 我还找到了一个男朋友 我们也经常一起学习 因为我们有同一个目标和梦想 我爱你中国